系列 豆油筆嗎? 有了 好 還有一分鐘 你可以稍微說準備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會首先簡單自我介紹 那我剛剛希望你能夠看清楚我那臉 然後呢 也把口罩拿下來 因為的話 你比較容易進 再來的話呢 我會盡快的用最快的方式 把您要出發的這個前往的土耳其 用最快的時間 最出發前的重點 用最快的轉述讓你知道 重點我都已經把它寫下來的 都在這個牆上 這牆上的話 您能寫特別附著的寫 不能寫 來不及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小姐 看到嗎 她在錄影 她會把我們全部開成一個群組 特別時候用特別的狀況 來面對所有的情況 對吧 再來我會把所有我今天講的話 文字化傳到群組裡面去 讓你方便回去的時候 假設你有沒注意到我們肉精的 你可以再很清楚地再開一次 這是我們公司現代的一個算是主義方式 那謝謝各位的安排 好 那如果說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就開始了 OK 好 我們這個團的話呢 目前總共的出發人數加我呢 只有十二位 不錯吧 忠誠度很好的一個旅遊團 來 那 十二位 十二位 當然本來不是這個人數啦 大家特地是十七個 對啊 本來二、三十個人的 那十二位的概念的話 相信 是的 沒有錯 這樣子是正常的一個反應 好 我們的旅遊團 你也曉得 整個的最基本 每一個團體的一個股價 他都有個基本的人數 二十五個幾票 二十五個一下 那就是賠錢也要出 那其實這是一個態度 大家先說 是的 不過也謝謝各位支持 那我先簡單的跟您自我介紹一下 現在 我們就先不考慮後面的話呢 接下來在出發之前 有什麼樣的狀況發生 這您就留給時機去玩弄了 我們現在 就是正對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我來幫你做一個快速的解說 OK 好 那您都有拿到我們的這個 應該是我們的服務小協品的這份資料 這個就是其實也應該都有轉述給您的 那只是這個是出發前最後的一個行程秒 以及它的重點注意事項 那首先的話 第一頁上面 有給您畫的綠色 綠色的這個反光的這個畫 其實幾個重點讓您知道一下 我們的出發日期沒有任何的更動之前的話 是在109年 也就是今年了 3月1號 差不多也就還剩10天吧 對 3月1號人時出發 在沒有任何的更動前提之下 好嗎? 如果有任何中間的一個狀況更動的話呢 您的客服會第一時間 來這裡做了一個通知的 所以的話呢 您就先放心 來 那我們要搭乘的航空公司 是新加坡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要進新加坡去做一個轉機 您完全都在機場裡面的一個同一個區塊 我們要做轉機 那我會帶您到你的登機口前面去等待 之後的話呢 再去做直接再自飛到哪裡去 一散保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要先跟您強調一下 我們是沒有入境新加坡的 沒有 就在機場 就在機場做轉機 那當然的話呢 特殊狀況也跟您講過了 那希望的話 您在機場 也就是休息在一個區塊這樣 不移動 不移動這樣子 好嗎 目前新加坡機場沒有特殊的檢疫的 什麼是可以嗎 它會有多一些我們叫做消毒啦 量頭的溫度 基本的 台灣也差不多 基本款 對 還沒有到下一層 半小時一小時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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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目前沒有這個樣子 要不要進去就好 沒有進去 我們在機場 對啦 這樣就知道了 對啊 那它基本的檢疫也有 比如說體溫啊 或者是消毒啦 它會特別的證明 在美國有的 哇 那個手續一大飛啊 美國也有的 重新去 重新去嗎 我知道 很麻煩 我才剛回來 我想問一下 那萬一噴到機場 剛好有怎麼發沙 會不會整機都被... 那邊一個人直接不能上飛機啊 那會不會整機的人都必須要隔離檢疫啊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您的主言點是在 在他下飛機的時候被發現他發燒嗎 對啊 那他當地會有當地政府的事 但是下機你進他們的機場 一定會檢疫嘛 一定會檢疫 你像台灣的話 如果進啦 那整機的人可能大概都... 都要隔離檢疫而已 這就真的是要找所有的 為我們叫做... 風險不能排除 這就是一個分析 新加坡是土耳其也是啊 軍事檢疫 土耳其現在還沒有Case 土耳其現在沒有Case 所以像您的這個問題的話 那我再請問一下 我們在新加坡轉機 那這個飛機主要是新加坡人去土耳其嗎 哦 全世界轉 但是的話呢 我們搭這個飛機的話 就有大部分的經驗的話 大部分來講是全世界的過境旅客 台灣人還有土耳其人 還有他去歐洲轉 你中國旅客很少 因為他東航直接可以過去 他不需要去新加坡 我說新加坡人有可能上這個飛機 新加坡人當然有可能 可能新加坡現在已經幾乎是 賽季傳染了 但是土耳其沒有禁止他路進來 對啊 但是新加坡現在幾乎都是賽季傳染了 是嗎 這個我沒辦法回答你 這個是為福復陳時中先生要回答你的問題 要不然我們現在台灣人 還是可以出去一樣的道理 這個我們可以再跟你討論好不好 OK 因為這個就像我剛跟您強調的 可能今天 明天 後天 他狀況隨時一直在發佈 那就叫做一個未可之數 現在有幾個配色 今天早上還比較開心 會打到八十幾個吧 最後一次我知道是八十四嗎 我抱歉 南韓已經超車了 真的喔 南韓大到八了 好像在大車 南韓在兒子 不知道在對空 他已經失控了 他已經設計感染了 是 好 那我們就繼續這裡吧 好嗎 那個待會兒要研究 我們再來研究 好 那我們的航班的話 是新航 然後呢 台北也進新加坡 新加坡再轉到土耳其三樓 中間裡面有進新加坡的活動 這是在等於在一次的 我們再強調一下 當然每一個國家的 應該叫做防疫的層級 那每一個國家 他又會用最高層級來做安排 這還真不是我能夠 達到您的問題 好 那我是誰 我就是下面這一個人 我姓曾 曾國凡的曾 你可以在下面寫一下我的名字 我叫Nora N-O-R-A 好 待會兒呢 我會請各位的 您的客服員的話 開個群組 然後的話呢 上面你就可以看到 不要發佈給你任何的消息 包括序後的 可能天氣也好 甚至於我剛剛說 我所說的一切的注意事項 好 我上面會寫著我的名字 曾巧琳 還有我的英文名字 就叫Nora 也有我的大頭天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那個人就是我 好 那我的手機下面的話呢 可能你那個電腦 Printer有問題 再少了一個字 58還有一個5 你幫我補上去 58還有一個5 好 這個就是說呢 在這幾天當中出發以前 隨時你有狀況的話 第一個我希望呢 Nora希望 你可以用船LINE給我的 有的時候可能忙啊 什麼事的 我沒有辦法 寧可信的接您的電話 您留言 我看到第一下 我會給你的所有的疑問 在我能夠回答您的一個 我們叫範圍之內 好嗎 好 那往下看這支航班 沒有更動的話呢 就是照這個航班來走 那你會看到覺得有點那麼濃 你會怎麼航班 怎麼一下17點 17點35到22點 好 我現在告訴你一下 可能各位 您的旅遊經驗都非常的豐富 我還是要再重複的跟您說一下 每一個時間的啟發點 都是你腳踩的那個土地 那個國家的時區 所以你看台北到新加 台北到新加坡 是同一個時區沒有區差 所以的話呢 飛行時間你算得出來 有沒有 22點20減掉17點35分 大約就是在飛行多久 也就是差不多在4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那你第二天一看 從新加坡飛到伊斯坦堡 怎麼好像飛7個小時 那當然是不對的 因為它還要再怎麼樣 再算上時差 台北跟新加坡的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跟伊斯坦堡相差時間比較慢 看哪裡啊 慢了我們 慢了我們有5個小時 所以事實上你要算台北的話呢 就是你抵達我們抵達0.8.20 這是低財保當地時間 那你如果說啊台灣回地了加5 台灣就是下午的30多 這樣理解嗎 我是一次會跟你提醒的 所以對於這個起飛以及Landing的時間 的概念就是你腳踩的那個時間 為基準那個時區 所以你回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怎麼飛的時間不一樣 那當然不一樣 因為你還忘了扣時差 這樣理解好 好沒關係這個我會到時隨時在提醒你的 好那你往下看一下 這地方的話呢 就是我們旅行社的外在聯絡處 以及我們台北聯絡處 接下來的話 是每天你要去的行程的 總要的概略 行程內容我不贅述 因為到時候的話呢 Nora會是全程跟你在一起的導遊 所以你會 所以呢所有的心目到每一個景點 到每一個地方出發的前一天 所要準備的東西 我都會特別的在當地來跟你做提醒 以及介紹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留到我們的旅程當中 再來跟你做一個所有的詳細的介紹 以及分享 OK 這個外站聯絡處是幾個 好 阿根的 外站聯絡處也就是這樣的概念 舉例給你聽吧 假設我們台灣從中國團 那是不是中國會有一個當地的 一個叫做聯絡中心 好 它叫Agent 必須要有 在當地的 對 在當地的office的緊急聯絡人 那必須把他的一個聯繫方式也交給您 還有下面的所有的飯店名字以及電話 這一張希望你能夠請你的任何一位 在台灣的家人拍照 要拍照下來 隨時他如果需要找你的話 第一個方式就是用LINE來找我 或者是什麼呢 實在不行的話 你去找我們的緊急聯絡人 我們台北陽明旅行社有一位 還有在Istanbul當地也有 這個就是您的緊急聯絡對他們電話 最好都不要用 這個人在Istanbul 這一個人的話 他在Istanbul 他只是一個人這個電話代理 但是的話 他隨時是可以跟Istanbul做聯繫的 這個人講中文 Manda 他講中文的 OK Istanbul又有辦公室 好 那這一張的話 就您可以留一份給台北 留在家裡面 定在冰箱上面 有什麼需要找你的方便 包括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是不會通的 所以我要告訴你的事 等一下我會加LINE給你 你也可以把什麼樣子 我的LINE聯繫一下 給你的家人留著 被人不用被比較好 好 我們公司的話 在下面的注意事項 有給你寫了一些大概的細目 但是的話 他只是一個對對而已 所以的話你看一下 第一點 比如說注意事項 像包括行李 新加坡航空公司 新航的重量30公斤 你把30圈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完了之後 接下來的話 我有我的明細來告訴你 你會更加的清楚一點點 來 各位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我後面這個圖 這個圖的話 他其實是土耳其的中間在左邊一點點 切了一半之後往下走 土耳其的話是全世界現在目前來講 他橫跨兩大洲陸陸的什麼 陸陸上面有直接聯繫 可是像往下一個人 他到非洲上面都還要聯繫的 他的下面是哪裡 西利亞 伊拉克 伊朗 伊朗在這邊 伊朗在這邊 草小 那個地方 蒙蓉 住下來這個地方呢 西利亞下面嘛 對不對 是不是叫中亞洲 中亞洲聯繫下來 左邊過去的話叫中亞洲 叫阿拉伯的 左邊過來的話 這裡 叫非洲嘛 是不是歐亞非 歐亞 還已經到北邊 北非 伊朗還可以遮裂給哥的 伊朗又在這裡 所以我其實習慣是自己換個地圖的 但是我想說如果照著 你在我們的電視上面的廣告上面的地圖 來給你做一個稍微的方向感的一個解釋的話 你應該會更清楚一點點 那我現在就把我們這一次行程 所要走到的這些地點 也就是照著你上面有秀道的 我畫一個給你看 其實它很簡單 它是一般來講 土耳其的一個黃金地段 也就是假設你是初次的土耳其流的話 你跟團避走的地方 它會最快速的把所有的整個土耳其 其實要給你做的黃金地段 應該叫做熟式的地方 真正土耳其說聲的 它公佈它有非常多的 這個只有算四分之一吧 對不對 這裡就在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對 這個右邊很少人去 因為那個地方的海拔比較高 路況不好 冬天不能走 那有非常多的 應該是說特殊團體才會去的 你去考古的啦 你去登山的 對 這裡的話呢 有一個在西台帝國在上來這個地方 它完全跟埃及是同一個年代的 不會打仗的 台灣 打仗的地方距離你超遠的 庫德族不是 庫德族在那邊 對 沒空打仗 他也在那邊一點 是吧 現在沒空打仗 現在 現在也是大家突然 什麼事 你看那個 網路上有寫嗎 什麼事情可以讓中共的戰爭 突然一下子解 大家變好朋友 這是共同防疫嘛 自然而然就沒空打仗 西里亞跟周圍一樣的緊張 西里亞這個地方 庫德族的話 非常東邊 在靠近伊朗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遠 克爾那個地方 所以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應該叫做活動範圍 它只有在它的左邊的 三分之一的區塊 Landing 飛機直列飛過去 從新加坡飛過去這個地方 是歐亞板塊上船的歐洲板塊 以三寶機場 然後完了之後 然後它的行程的順序 就照著這個紅點點走 從這裡拉過來到波爾薩 這邊都有寫 這拉過來叫Epherson 就是要去看希臘時候的一個 所謂叫全世界現在 包裝的最完整 面積最大的一個希臘古舟的遺跡 然後下來的話 棉堡 埃伊瑟的石櫃 阿卡姆克勒 完了之後中間有一個沙爾達 它是岩湖 沙爾達湖的話這個樣子 OK 往下來了 走到最南邊 它靠近地中 所以很多的拖琴大部分來講 它只會讓你看到兩個海 大部分 兩個海很少 但是天數會比較多一點點的 才會去安排到 你要看到第三個海 第一個海 你第一天就看得到 那叫黑海 上面那裡 如果你這樣講海 你不說中間的瑪瑪拉 這個是瑪瑪拉海 你就不說的話 有名的就是第一個上面 黑海 上面就是烏克蘭 下面是地中海的海 下面就是地中海的海 下面就是愛情海 一般會讓你看到的是黑海 跟愛情海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這個請人特別安排 你會走到最下面 它就到哪裡來 地中海 你可以看得到地中海 藍色地中海 在這個區塊 然後再往上走 往到孔雅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古老的古城 而且它是一個很有人文的古城 你要說赫兔曼土耳其帝國的發言 真正開始群聚它的一個 這個強大的一個國家勢力 它在這裡開始 什麼人來的 赫兔曼土耳其帝國 就是土耳其人 它叫突厥人 他是突厥人 突厥人就是誰 西徒爺還是東徒爺 東徒爺 東徒爺 東徒爺的一部分 但是大部分是西徒爺 東徒爺已經有的話 跑到中間去 航朝把它吸完之後 它還跑到南邊去變回河族 回河 聽過吧 然後西徒爺往中亞開始逃 跑過來之後 跑到這兒來是一個居地 再有另外一個跑到這兒去 那是另外一個居地 奧曼土耳其後來你認輸 是戰爺是開始的大王朝 所以到時候再跟您介紹 然後再來的話 就跑到這兒來 如果先讓你看一下這些路線圖 你要去到喀巴兔曼土耳 那就不說了 喀巴兔曼土耳的話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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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的地方 喀巴兔曼土耳 看到很多的特殊地形之類等等 地下城 地下城都在這個地方 這個區塊要走到這裡來 這裡的話是施路 古代陸上施路 一個很重要的義戰城市 它叫Safran Safranbolo 就是三紅花城 剛剛我阿姨不知道什麼最有名 三紅花 這是紅花城 這是紅花城 但事實上它真正有名的話 是皮革的加工以及它的運程 皮革 好 這一個大大的 這一個我們叫高地 說高也有點過分 比較高的一個大大的主地 這個叫 這個叫安納托利亞高地 然後上來這裡有個城市 不過記得首都你都沒走到 它在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了它的首都的名字 你會知道它的國家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產是什麼 這個首都的名字的話 現在叫安哥拉 以前叫安卡拉 你認識什麼 安卡拉 對 就是羊毛 安卡拉羊毛 有毛 一定有什麼 以前就是那個 聽羊毛是不是這個故事 不是 那是愛子 愛子在這裡 你說的記憶上 但是這個後來它的羊皮 以前拿來叫什麼 做那個啊 羊皮卷成啊 書寫文字啊 後來做一些什麼市區 安卡拉羊毛 其實安卡拉羊毛一定有皮 這個地方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阿布格拉 羊的產地 這過去一點文化的國家 另外一個很有名的羊 它叫美利洛羊 知道是哪個國家 西班牙 有空再去看 長得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的群人會走到泛紅花橋 再來的話 往這拉子大概是五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會一直走到再回到亞洲區塊 再跨一個博士布魯斯海峽 你這樣回到哪裡 也就是在歐洲區塊 就是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就是這個陌生 國中考試都要考 他叫做軍事坦丁堡 對 對不對 在以前叫什麼 拜 拜戰庭 對 就是拜戰庭 那當然的話 我非常喜歡這個國家 因為它的歷史性也好 包括電影性也好 包括人文也好 跟我們整個的州 歐洲亞洲以及到非洲 完全的串連他非常重要 他太重要了 他是真的是真的 全世界曾經 通常回家國家很兇的 回家國家的人很溫泉 他連豬都不吃 不是我們反正的 我們認識的兇贏 恐怖分子都是 Wouselands 其實你應該沒去過英文 沒有沒有 回家國家 他們的自律性很好 那我們會有一些對回家國家的迷失 說實話 是跟我們台灣很多的一些叫觀點 比如說新聞取得的觀點 當然我們是接受西方觀點 我們是接受美式觀點 所以的話 你思維有點不一樣 你去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很可熱情 可熱情 他也不關於談宗教 他不會跟你說 非我族群幾位帆幫 沒有這種概念 OK 而且努爾吉他是全世界的 我們叫做信惠教人數多的地方 最最開化的文章 女生不要包頭 還可以穿吊嘎 沒有問題的 這一個地方 為什麼他的旅遊可以發展成這樣 就是因為他融合了太多的文化 再加上1923年之後 他先總統講功德好朋友 叫凱末爾將軍 他們的國父 同一個年代的人對不對 他希望過去能夠脫離這一些 很多很多的 我們叫做 違在國家的繁文入決的約束 所以他希望能夠開始走西方國家 他指的西方扶持而走 他指的西方是美式 那個好朋友是美國人 OK 那所以的話 他整一個托爾奇 從你下飛機開始 你不會有感覺 你好像走到馬來西亞 這個怎麼會就是海關在包頭 沒有 整個世界上面的穆斯林國家 你這麼的直接讓你可以看得到 什麼都不用包的 就是托爾奇了 要開放的 連新疆都要包 不是嗎 新疆要包到現在 挖個洞 因為現在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對於千萬狀行非常安全 不安全 我們比你還不想到你去 你放心 好 這是怎麼一個的 我們要走的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叫做區塊 差一下 我們這樣繞一圈 大概多大的距離 超級遠 我現在會跟你講的就是超級遠 每一個區段的時間 我們都會告訴你 第一個 你下飛機之後 你從伊斯坦堂 這邊拉到國下 大概是2個小時 又20分鐘左右 它是一般道路 還是千萬高速 它是很好的快速道路 路況非常好 路況非常好 因為我看我們 都有點年紀了 所以不能太顛簸 不會有顛簸 不會的 但是它路況是很好的 它的道路的 綜合的管道 除了在這一個區塊之外 這邊做得非常好 它這邊旅遊很多年了 你現在過很差 路況很好 但是我們用它的車身 很長 這是實話 最長的 最長的來 我告訴你們 2.5個小時 往這邊過來的話 是4到5 我們算4個半小時 這樣子 中間還有平均 所以每天幾乎車程都很長 然後再來往下這邊走過來 這裡不太遠 這裡大概兩個半小時 兩個半小時 這裡再過來這個地方 這個麵包觸發到12.50 一個半到一個4小時 45分鐘 再拉下來這個八方 這裡不長 這裡不長 這裡拉過來的話 再兩個半小時 然後這一段就厲害了 多長 這一段就4個半小時 這邊過來6個小時 這邊過來這樣子 然後我 這裡過來的話 你台北到高雄太遠了 然後你這裡再過來5個小時 這還是中間 那我請問 因為我們現在人數少 如果人數大 大八是會比較穩一點 那我們人數少 他會放一個小八 肯定會 肯定會換小一點 中八 大概是這樣子 肯定會 對啦 我想不太可能在那個四個小時 可能是二個人做的 這我就沒辦法回答你了 這個 當地當拍的 因為他本來的八四的派 就是按照你的團體人數 來派中或者是大八四 中的還好 我們12人還好 有沒有12個人 要搞一個小八 那我們就很辛苦了 OK 所以這一個行程的話 要跟你講他的特色就是 你真的可以在最軟的天數裡面 看到基本上所有的突擊 但是車子還會很長 而且還要考量 現在是冬天 才初春對不對 所以的話冷是一定冷 還可以下雪嗎 下雪的話 在這個區塊 你比較容易碰得到 腳會倒起來 因為這個你的海拔 可以到八百到一千一左右 你可以碰得到 但是不一定 你可以碰得到 而且現在冬天 雨氣是比較 水氣比較重 所以容易有下雨的狀況 你就很容易看到水氣 而能夠凝結的雪 沒有灰 因為你也凝結不了雪 對 濕度也要夠嗎 OK 好 那所以的話 我剛才跟你說的 你說下雪的話 這個區塊是怎麼可能 然後這整個行程 我要跟你講 I don't sorry 忘記了 我們往那來講 我從十一柱情來告訴你 我把整個概念給你 我要先跟你說 現在是冬季的時間 所以你每天的話 天亮之後 你才能夠看到景點 那我的一般操作的話 這個行程會有很多變了 一般操作的話 你會比較早出門 然後的話 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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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能夠找回飯店 因為他的什麼 我們現在的時間點 他的早上太陽起床的時間 出來的時間 叫7點25 你太陽出發的話 有的時候我會要算 然後算 你很早出發 可是你到那個地方 你一天能用時間 比平常夏天還要少 所以我必須要太陽出來的時間活動 所以的話 有的時候會算 比如說我要來這邊看日出 那我過來的話 是一個班的兩個小時 我可能會請你早一點出發 來這邊接一聽 然後回去希望能夠不要太陽 他大概5點半 6點 他就天黑了 現在是冬季時間的關係 所以的話 圍度是多少 圍度的話 現在這個土耳其花過來的話 跟本來差不多 下來了一點點 下來了一點點 三十三 三十六 它整個地球 我要回一個圈的話 他就差不多在拉薩的那個方向 沒有很北邊 介於台灣跟北海中間 不到不到那麼高 不到那麼高 沒有 拉薩 三十八度線 三十八度線 南邊 那是南韓 很南 所以我們說台北跟 拉薩是海巴 它緯度不高 緯度不高 它的這個方向 你直接畫過來 這個地方就經過拉薩 這個方向的過去 不會很高 真的不會 差不多30而已 但是的話 它總是有一個比台灣高 我們才23.5 它本來的日出日落就五點 一塊到山中或者上海 差不多在那 差不多就在那 那個潭寶寶的糖 還不到 還不到上去 微度不高 所以它的日出日落的話 其實有一點影響 但是沒有那麼大 但是因為它冬天 所以的話 有的時候 早晚太冷 我就跟您說吧 伊斯坦堡現在的平均溫度 講的是伊斯坦堡 它的早晚大概就是5到6度 伊斯坦堡 它還是冷溫的地方 那如果您到這 那就有0度 這地方海拔比較高 溫度的話是跟什麼 溫度有關係 曬來的話 你跟潔氣有關係 還有跟海拔有關係 那這個地方稍微高 所以它會比較冷 真的很冷 也就是在半夜 你不會活動的時間 你會活動的時間 它早晚溫差可以10到15度 有沒有它兩肌感溫度 還有落差 理解 好 好那我要麻煩你幫我做個小比例 你翻過來後面這裡的話 它有一個空白的地方 好那空白的地方的話 我已經把所有的 我需要可能你們知道的 我已經寫在這裡了 好 11住行還有娛樂 還有可能PS 一些小小的一些雜想注意 其實我的整個的開頭 就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來講的話 你會比較有一點點格式化 你比較不會好像聽了一拳 亂七八糟 第一個 我們是針對大家最最注重的 這樣吃吧 而出國的話 其實最怕的就是吃不習慣 好那所以的話呢 再要跟您說一下 出爾提的飲食的話 大部分來講的話 是三套式的飲食 三套式的飲食 就是第一個來一個碗湯 湯不是直接喝的 湯是拿來沾麵包吃的 所以湯會上來 那第二個就是主食 主食一般來說的話 會是出現雞肉 豬肉不存在啊 嗯哼 雞肉 OK 或者是說牛肉 羊肉 羊肉比較少出現 因為它那裡的羊味 都非常的奔放 那不論來講 很多的客人 他即便在台灣吃羊肉 他都接受度不高 所以羊肉出現的機率真的不多 所以的話呢 也就是豬肉沒有 西肉還有可能性 我們靠博士布魯斯海峽的時候 會讓你吃一點魚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牛肉的出現 雞肉會是最多的 短期的安排 本來就是以最折衷的一個飲食 然後呢 來做一個安排 這樣理解我的意思 謝謝 所以呢 第一個會出現的 早餐永遠是自助餐 然後如果有趕車重的時間 可能會有要路上早餐的可能性是存在 你先知道一下 再來就是套餐 再來就是晚餐 那基本上也都是在飯店裡的自助餐 也都是在飯店裡的自助餐 或者是早餐廳的 減便式的自助餐 那所以我要特別的再質問一下 有沒有不吃肉的人 比如說是素食的 從飛機上開始 不吃肉的 不吃羊的 不吃牛的 甚至於你的機上特殊飲食的 你可能要提早跟我們的 歐比小姐 跟你的客戶要聯繫一下 因為她的工作時間 72個小時以前就要做處理 當然囉 當地要吃的什麼 你直接當地的時候再來跟我說 甚至於你要先講也好 先講也好 OK 有沒有 沒有 沒關係 我會在尋找裡面問 第二個是穿著 我就會跟你提到的 叫氣候的問題了 現在還是算是初春 初春有些地方是什麼 氏氣大 溶雪 下雪在融化的時間 土地的反潮會大 所以它有時候比冬天還冷 對 它有時候比冬天還冷 那平均溫度讓你知道一下 它會落在哪裡 它會落在5度到12度上下 5度到12度上下 好 那你要穿著的衣服 就是你去北海道穿什麼 你就把它帶去就對了 這樣很簡單吧 北海道穿什麼就把它帶去 我特別寫了一個這個 長袖睡衣 帶薄長袖睡衣 你不要帶厚的長袖睡衣 因為它的房間裡面基本上都有暖氣 厚長袖睡衣的話 有的時候你會叫我來幫你開冷氣 後面的溫度是0度 我怎麼幫你開冷氣 它不提供的 它會有暖氣 可是你不要穿短袖睡覺 舉例來講 我們的行程有兩大特色 第一個大特色的話 是我們會讓你去住到這個地方 Tapadogia的什麼 它叫做洞穴飯店 洞穴飯店痛到冷氣很大 那它的即便說它供暖 有的時候你晚上還是比較涼 這地方本來就比較涼 所以要長袖睡衣跟睡褲 第二個我們要去住到泛紅化車 它是一個驛站酒店 那驛站酒店它的取暖 我這個飯店我住過很多次 它的取暖條件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要穿長袖衣著來睡覺 可是其他的飯店它的暖氣都很熱 你穿太熱的話 你真的會不舒服 我也沒辦法請它關掉 要大部分是中控的 理解喔 好 來往下走 這是衣著 那當然你需要熱水瓶也好啦 甚至於是說你要帶暖暖包也好 這種東西的話 我會建議你熱水瓶 溫水瓶你要帶 在餐廳的話 有些它可以免費幫你提供 我會告訴你 但是有些地方它必須要你怎麼樣 付費來使用的 這個您都清楚 那到時候會跟你說有少錢 有需要嗎 那你可以去買一下 大部分就是兩塊里蠟左右啦 但是兩塊里蠟就是一個正常的溫水瓶 而不是一個水壺 它一看到的時候 它會跟你講說這五毛 它也會看啦 不過現在的飯店其實越來越 越來越應該是說 它會提供了你這方面的服務 好嗎 熱水的狀況需要你理解 如果有的時候它要用錢買 那還是需要你付費一下 還有一個地方叫廁所 大部分現在也是越來越都是免費 如果有需要付費的話呢 那如果還是要跟你講 你還是要用還是要用 不會有很多錢 我大概就是一兩塊錢這樣子 里拉 里拉六台幣的話 你就差不多收到六塊錢 就這樣子 大部分是這樣子 我先讓你知道 一到兩塊錢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天氣的狀況 鞋子呢不要穿新鞋 不要穿十年前穿的鞋子 穿你最舒服的那雙鞋子 我們的走路行程 最多的時間點會落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在這裡 古堡也是古城區 也就是歷史城區 歷史城區的話 顧名思義 它就是歷史建築 青石板地板是當然的 那所以的話呢 要不滑的 我牙齒的積鞋 鞋底有牙齒的鞋子 要舒服的喔 不要穿十年前 哎呀我去爬山穿的那雙 第三天我的鞋底就掉了 因為現在很多鞋子叫環保廠材質 它的鞋底會保護 會老實 那你一旦出了 Istanbul 你在這個地方 要買任何一雙鞋子都很難 因為這地方沒有什麼大城市 就是完全的非常漂亮的觀光的地方 OK理解吧 鞋子的話呢穿一雙 可以你再戴一雙脆子的鞋子 隆進去就可以穿著鞋子 因為不是每天都要走那麼多的路嘛 所以有的人說 我穿著奔山鞋嗎 不至於 不至於 不滑的舒服的 穿一雙脆一雙 那雙脆肺兒不用 我呢 那你還有一雙可以換 我的我只能借你我的拖鞋 好嗎 那再來第三雙 就是你浴室裡面的防滑拖鞋了 洗澡浴室的防滑拖鞋 它有很多的飯店的浴室的話呢 它是減便式的乾濕分裂 減便式的乾濕分裂 有的時候你進去裡面腳一場會嚕 所以的話浴室洗澡的防滑拖鞋 要非常重要 你這雙一定要戴上了好嗎 OK好 這是穿著的部份 那往下走 住宿飯店兩人一室 兩人一室 比較特色的地方的話呢 就是兩個晚上 第一個叫做Capadokia 第二個叫做紅花城 你幫我寫一個小小的字好不好 今天要帶一個隔夜包 OK 來 為什麼要帶一個隔夜包包 因為這兩個地方的飯店的話呢 它其實是在這兩個隔夜 你必須要去體驗的一個特色飯店 Capadokia的話呢 是Custard地形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以前人 包括它地下層的特色 所以要讓你來體驗的話呢 我們要住到它的洞穴飯店裡面 洞穴飯店車子是到不了的 你也不可能拿著行李去 而且洞穴飯店高高低低 錯落不定了 所以的話那一天的過夜 我們車子開到一個可以停車的地方 你必須背著你的隔夜包 然後拿著走路下去 可能到了房間 你的房間可能是一樓 可能是B1 B2 但是它不叫B2 B2 它就是山嘛 所以是不是走來走去 九份的概念 這樣理解喔 所以的話大學影像是絕對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會跟你說 你要準備一個隔夜包 而且這個隔夜包 又一次能夠放兩天要換的東西 其實冬天這麼冷 其實也要換的 就是只有內在的一些衣物而已 關起包那是固定的對不對 另外一個隔夜包 就是第二天要去住的翻紅花城 它也是一個驗站 從它能停車的廣場走到你的驗站 它不都是五分鐘吧 但是那裡是不可能拉行李的 因為就是骨伏侵蝕地板 它也沒有行李服務員 所以的話你再走到驗站 你可能住一樓 可能住二樓 那還是自己扛喔 那一個大行李箱20公斤 真的是扛不動的 所以這個隔夜包非常重要 我需要您幫我把它稍微秀一下 當然我還會在寫在注意事項裡面 你放心 那這個地方是住宿 兩人一室沒有問題 然後完了之後房間全部供暖 所以你長秀強褲藥 但是不要太強 不要太強 再來的話全套盥洗用具 也就是從頭洗到尾 所有的飯店基本上從頭洗到身體 我就說吧 頭然後身體有 牙刷沒有 牙刷還有資訊 所以你 但是我要跟你講喔 像洞穴飯店還好 可是我們去到那個 那個叫飯花城 它是什麼都沒有 通通自己戴 所以我可以直接跟你講 麻煩您戴全套好嗎 因為它有的是給你一個香皂 有的是給你一瓶洗頭 兩個人不夠用 對 我建議你 我們以環保的一個著眼點來說話 自己戴一下會比較舒適 對好嗎 毛巾沒有問題 毛巾都有 但是建議你戴一條小毛巾 小毛巾 這是這兩個晚上 尤其是在Safranco L'o Safranco Watt的时候 它只提供大毛巾 沒有小毛巾 這是真正的住宿 我們住宿的飯店 你都可以看到 這些等級的話 都是全世界有名的商務飯店 看得到了嗎 Holiday Inn 夏日飯店對不對 Maya Ramada 華美達飯店 這些都是在當 這些我全部都住過的 Anjikyu 這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洞穴飯店 心為天人 然後完了之後 到了泛紅花城 就讓你去體驗驛義站的住宿 那個地方 那是世界文化遺產 那是世界文化遺產 OK 然後到了哪裡 Estanbo 那是五星級飯店 那是五星級飯店 住的方面的話 兩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特別的地方的話 你可以稍微做功課 這些你網路上都查得到 就說都查得到 OK好 來 然後再來的話是坐車 第一個坐飛機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全程是坐巴士的 那至於巴士的尺寸 本來的旅行者的安排 就是以人數來安排 他是中巴還是大巴 這個需要您理解一下 還有一段比較特別的 就是在博士布魯士的時候 我們要去坐遊船 那這個三位大床 會不會暈船 不會暈船 放心 除非你真的很容易暈 那否則的話呢 沒有暈船藥的絕對需求 他也不過就45到50分鐘 你也就回來了 所以他是內感官 他連接離海 不會有暈船的問題 好 往下走的話 娛樂全程你 我剛剛也寫了 行程你是富二的 也就是你真的非常的豐富 好 這個行程就這麼樣的經驗值 跟你分享吧 他真的要走到12天以上 你才會比較 我覺得不會那麼急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用隨身的時間 來幫你完成 這樣子非常豐富的行程 所以剛剛有跟你說 車程每天比較多 然後拉車也會比較久一點 然後每個行程 他都活都不會漏天 你一定放心 好嗎? OK 行程滿檔 我剛剛用地圖跟你解說 落人圈 讓你比較有一點概念 所有戲篇的話裡面都有寫 有一個地方 我都會帶你去 好 我們公司會附到耳機 所以到時候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額料都介紹 我用耳機給你介紹 你還是從邊去拍照 這樣明顯 OK 好 再來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是小點點啦 第一個外幣兌換 請你可以帶歐元 或者是帶美金大鈔 然後你到機場去兌換 機場可以直接換錢 我會告訴你 我們在拿行 拿盒 拿那個 要出勤之前 你先去換 譬如說拿著行程出去外面的匯率比較好 裡面的匯率比較爛 我就跟你講 你放心 你就是帶外操 可是外操也會差50塊跟100塊就有差價了 理解 所以的話 100塊錢的話 匯率當然是最好的 那這個土耳其的米拉是在台灣換的嗎 每的方向到這邊換 對 所以你準備美金也好 加幣也好 甚至於是歐元都好 大鈔 小鈔不要換 越換越不足 用過完的能換回來嗎 換回來很可以 所以你不要一次換很多 我會跟你講 你一個人大概就換個100美金夠了 或者是50美金也好 100會不會太多 100才3000 那你要買多少東西 其實我跟你說 很多地方你用刷卡 跟用美金來買會更好帥 所以我通常建議是你第一天換50到100就夠了 因為很多地方他喜歡美金 喜歡藕園 他不是喜歡你啦 對 我知道 所以你不用換那麼多 一般給他換 我換的話 我們都是買他吃的 小東西 水 小飲料 所以不用多 對啊 也不用多 我一個人建議這次50到100 對啊 50多 實在不夠的時候 有些地方他收外幣 對 所以到時候會提醒你 你再來做很涼 OK 好 第二個電壓他是220元孔 到時候會給你照片 那元孔 元孔兩孔 你們這個有沒有給我們 我們這裡沒有了 你可以花35塊錢去買一下就好了 這裡就是元孔 就是你去過 可能你去過歐洲 歐洲就當有利啊 那個頭不是便電 我知道我知道 基本上我們開到現在都OK 115到240 但是你要準備那個小元孔 我會給你照片 好不好 你就準備一個1到2個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很好用 我也會PO給你看 一個插座插進去之後 它可以有三個接頭的 但是不叫延長線 不是延長線 它只是多頭轉接 元孔 你去那個什麼聖禮白鍋 什麼那種有沒有 我PO給你看 你插上去之後 然後你三個孔 因為很多像 尤其是在八洪花城或者是 對不起啊 他可能那個房間 他只有一個孔那裡插 重點 但是你又必須插三個孔 那不夠頭對不對 不夠頭的問題 我現在來告訴你如何來處理 不要帶延長線 因為他會提供 所以你也不用 只有1天沒有出風機 泛紅花城那天就不洗頭了 那天就真的不洗頭 因為那裡你插出風機 那裡很容易碰 那天就建議你不洗頭 其他的話 泛紅花城有沒有出風機 好像你在牆壁上有出風機 不用帶出風機啦 真的不用帶 你會背來背去的 好 再來的話就是整一個Wi-Fi 飯店通常來講會提供給你免費的Wi-Fi 那我會告訴你每一個飯店 在大廳之間做連接 然後你再到房間去用 可是會有這種狀況 越都市面有問題 越鄉下只有大廳才強一點 可能你到房間就變弱了 如果你有需要額外隨時需要的Wi-Fi 那就建議你可以去做Wi-Fi機 或者是上網路去買行動 有網卡 很便宜 而且通常你用不完 然後你隨時插著 網卡購買的時候注意一點 它有些是熱點不可以分享的 好 這個要稍微留心一下 我一旦你看到熱點 你那個卡就會死掉 就不能用了 好 這個可以呢 你如果有這個需求的話 你可以詢問一下你的客服 或者是我可以給你一些網站 你自己上網購買 PC或買蝦皮啊 通通有 你可以自己購買 兩天就到超快的 甚至於在你家附近 就去面膠直接拿 幾百塊而已 很方便 好 它Wi-Fi在哪裡比較會收不到呢 只有在Karmadokia收不到 因為地方偏僻 其他地方都很強 都很強 沒有問題的 好不好 然後完了之後 這個行程裡面的話 有一個先讓你知道一下 其實它也是一個 過期行程裡面非常迷人的一個 一個算是理由的一個tour 就是要去做熱氣球 應該要有看過哪個電視的 所有人的廣告對不對 對 熱氣球能不能做 我知道你很想去 可是我們必須安全考量 我們還要每天看氣象 那個地方只有它的國家氣象品 允許這個熱氣球能飛 我們才可以讓你去飛 那所以說的話 熱氣球可以先訂 要先訂 因為它每天有限制人數上去 但是能不能飛 不知道 一直到當天早上 maybe你都到現場了 他跟你講 我們今天起床不行不能飛 就錢給你 真的 一貓不曉得退給你 可是要不要去 一定要去啊 可是能不能去 看天氣 看天氣 那如果不參加的人 不參加半天睡覺 哦 沒事 參加的人特別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就去 沒有它就是有專車 熱氣球的專門的公司 它會開專車來接你 然後你就過去 活動完畢回來 我去整辦 睡覺 繼續睡覺 時間到我們回來一起吃早餐 就在飯店裡面 不影響 完全不影響 多少錢 多少錢嗎 我記得是240塊錢美金吧 240塊錢美金 一個人240塊美金 是 一個人 對 那這個的話 你當下你來做決定的 這個沒關係 因為這是個人的自費活動 你可以自由性的來做一個選擇 到時候如果熱氣球沒飛 腿前一毛不爽 那當然的話會跟你講 很多的客人去了台東的熱氣球 回來之後 跟這個的錢是一樣的 他說要7000塊錢台幣 上去下來15分鐘 他當然去了這個之後 你可以上網Google YouTube現在非常多的一個 所謂的轉貼 去到土耳其 走到Kabazogia 如果說你的這個 天氣狀況允許 那當然要去啊 可是這件事情來說 決定吧 因為這是額外的費用 對不對 OK 好嗎 好 這些讓您知道一下 齁 好 那針對剛剛 跟您說的這些基本的一個注意事 就是想之外 我不曉得各位 您在做這樣做了幾個行政學者 資的時候 你有沒有其他的一些 你可以想知道的 或者是說 是不是我出國前的準備 有一些疑慾的地方 您有沒有什麼不確定性的 你可以提出您的疑問 有人喜歡問我 帶了多少錢 有沒有 我出國旅遊帶多少錢 看你自己 你不要買東西就多帶點 你不買東西就少帶點 好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帶著錢出去的話 叫貝兒不用 好 這地方的話 你在大都市刷法相當方便 可是有時候 你去到全台地方的話 他只說現金不出卡 所以你去訂郵遊 然後卡你叫貝兒不用 確定帶多少錢 您去到高雄旅遊帶多少錢 臺北到高雄 你應該不會不帶個五千一萬 這也是非到國的情緒 所以錢的話 有用用沒有用費讓用 然後不要一次放很多錢 假設你帶了一千塊美金 一千塊美金好像也不過才三萬 出去十天這樣 對吧 然後你一定可以 你賺一百萬就好了 不過再說 很多的交易的話 你刷卡它更划算 再來有需要才去東方的現金 就怕你明實要的時候 沒有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的時候就叫貝兒不用 所以再多少錢 這很主觀 對 這真的很主觀 對 所以我能 我只能跟你說 能夠比較少 不用的話都沒有問題 就在那家 安全啦 安全 不會那邊有那種牆嗎 哦 目前沒有啦 應該事實上 我會特別提醒你的 就在古城區啦 就在古城區 其他地方的話呢 沒有 雖然給我 Gypsy 它會集中在哪裡 我跟你說 Gypsy 它會集中在 古城區 還有的話呢 你基本上不太碰到就寫 我們去的這些地方 那個都是 這裡 我看這裡絕對沒有 這裡也不會有 他們自然很好嗎 自然很好 不會像意大利 沒有 那個太可怕 意大利 西班牙 包括你說你要去到那個西班牙 那個太少 那個真的是人才 怎麼可以這麼厲害 在抢 巧 直接硬抢 對 這裡就在這裡會提醒你 所以這裡本來的話人多 工作機會多 然後那個 小時候的工作機會也很好 就快速公路的休息站 都要輪流上廁所 我們也沒有去到安卡拉 我們也沒有去到安卡拉 所以之後他的食材狀況都是市場好 當然喔 出門在外 隨時水利的還是要 我會提醒你 好嗎 有個小包 幫我們小包 學生包放下也比較好 財產當然是分開放 絕對不要包大行李箱 會有一些簽證 簽證我們公司也會幫你救電子 簽證救 最後我們到機場的時候 我會來發給你這樣子 什麼時候需要用的時候 什麼時候我會提醒運輪 請問問 有沒有問題 通關有沒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叫哈密哈密這兩點 欸 沒有沒有 沒有喔 這幾天 你現在呢 就等到越南到什麼地方來 北京 北京越南是不是這樣 北京越南 我也碰過 你以前有啊 現在這樣嗎 我是以前啊 以前是啊 而且你自己家好啊 北京越南啊 北京越南 北京越南 現在這裡沒有 真的沒有 一直很久都沒有這樣子 我這個我沒有聽說過 我只能讓北京越南 東南亞骨子 對 這裡沒有 對 放心 這裡現在 以前也沒有 我已經沒有接受過 沒有沒有 他是要分學來的 只是說可能最近進去的時候 你會講英文 你突然不會講話比較好一點 對 也來他會問你 因為他 我們跟中國人發生很好 長相的問題 對 然後他會看到 你是很台灣 台灣比較OK 你是中國 那就有點說 那OK了 反正我們是台灣 假設你在國關的 你有沒有裝好 你沒有講話 你就背頭看我們就好了 不會給你看我所有的愛情人 你會跟他說 其實這個動作讓不來 因為我有所有的合約 所有的依應版的操作 所以包括你的機票 所有的一些訂飯店訂 就是所有的記錄 就這一個事情就讓我來 你其實是聽不懂 你看我 我們除了你對以外 當地有沒有找到 他會有 對 有個講英文 會有一個 所以的話 我在提醒嗎 他不會講 不會講 他會有一個來 然後到了今天 他跟我做一個介紹 通常也就是一個 大家有漢字的概念 然後我會來跟你說 中文的理由解釋 解釋我主張 所以你什麼事情的話 我們會有當地的導遊 你可以跟他做直接的溝通 我可以直接跟我們 我幫他做過程 沒有問題 有什麼事情 第一個時間讓我知道 我才有時間跟機會 來幫你做出問題 我們隊團少了 你比較照顧的 對 照顧 一眼忘記 我們那邊 現在就小學 可以學嗎 我們該走 這邊吧 這邊吧 我們現在公司有團 有團 二月中有一團 對 二十六 現在不理 在哪裡 他現在換起來的話 在這裡 是幾話 是17 16 16 17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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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六湖去問 你還不算常的 我們那個北歐塔的西洋 就今天要出去的 這個阿 Hirapolis 他在這裡 Hirapolis 不是啦 那是棉保 希拉波里斯 希拉波里斯 這個地方 他上面寫了一個Hirapolis 他點出來的這個地方 棉保前面的一個希拉波里斯 什麼程度 這裡在下寫 尤其是初次 比東天還容易下寫 因為他設計也比較重 OK 嗯 還沒什麼問題 好 沒什麼問題 好 那 呃 還是再提醒你一下 所有的預備性的慣用藥品 以及需要性常態的慣用藥品 麻煩你們都自己的準備吧 準備不用 通通火藥全部就掉 但是呢 在這個地方 你只要看你自己有什麼狀況 那很多都有 努力要不要準備你的藥 要要 這種地方不敢 才用你的很乾很乾的 對 藥品也要 應該是水療 肚子的 對 吃的沒什麼問題啦 可是就是說 可能不用 對吧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準備 然後我待會兒會請我們的這個 您的客服 特別幫您加進去 我們會開一個群組 小小群組 我剛才說的一些 我會把他心熱寫好 那我現在還沒有加好 還沒 您應該都有您的那個 那個 他們應該都有您的Line 對吧 他們的客服都都有 那公司會統一來開一個群組 然後完了之後 我把所有您可以需要的資訊 我把它完成 晚上我都寫完給你了吧 然後你開始做一些準備 然後您從現在開始 有任何的疑問 任何的不清楚 您可以在群組裡面一起發問 因為我相信您的問題 也會是別人同時的問題 對不起 我曉得他 那萬一中間有沒有出現這個狀況 萬一中間出現什麼狀況 就是現在 這個進去 中標了 我必須要把它送到醫院區 然後完了之後 我要請當地的醫生來 做一個指示 他要怎麼樣來幫我們做一個指示 所以我們可能還要買一個 已經平安鞋 要 那一定要的 不是這個時候才要買的 您幫我寫一下 好嗎 在購買的地方 您要去買一個瓶 麻煩你一直跟你講一下 SOS 哈哈 不是SOS PS就好啦 不要SOS 哈哈哈哈 對 這個有點空 這個 PS一定要買喔 你應該常常旅行 因為我的每一次的出場 不好意思 放到熱了 我要請你去買的一個 叫做這個 咚咚咚咚咚咚咚 你自己要去加嗎 對啊 個人女兔平鞋 平安鞋 對 叫女兔平鞋 女兔平鞋哪有 這個 南山有 只有南山 像國泰這種 都沒有 只有南山人受的 沒有 我去找個國泰 國泰沒有 然後我找那個星光 星光也沒有 我只有加了這個南山 這要到他的大公司去啊 你先打電話問問 不是 他有他的 他有他的那些 注意這個風效 注意這個風效 海外積難究竟 對 還有 除發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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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發疾病他有 除發疾病做 而且 對 這一定要 你這個啊 不能你去哪個國家 我都要跟你講 對 我從來都買這個 然後呢 你不便嫌你要買 因為不便嫌不貴 兩種都買 他才賠一萬塊好像 不是 你兩種都買過 因為他真的沒有 不便嫌也買 他理由不便嫌 這是不加的 這是你自己在買的時候 不是 這兩個不一樣 兩個不一樣 兩個不一樣 也不貴 兩千多塊錢 兩千多塊是兩個都買 對 就是兩個都買 那沒有多少錢嗎 真的 看你買多買 我加起來才兩千多塊 對啊 你出門錢都花那麼多了 你何必還在乎這兩千 要放心 是 所以說我都買 我每次出國 一個人這樣子 這 他們兩千多塊錢 看你買多少 就 平安險交 一個人兩千多塊 我這是五百萬的 對 那就是兩千多塊 對 五百萬 我是五百萬的 我兩個都 兩個等於自己 你又要講 你要買個人旅行平安險 然後你要跟他強調 因為他的險種有不一樣 有很多 純粹旅行平安險 還是你有附加 海外疾難特助 對 And 突發疾病 是 突發疾病是針對什麼 這個 沒有錯 不是意外的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這種突發疾病它還不cover 意外的話 那個健保會部分支付 可是的話 什麼叫做非意外 腳被門夾到 那叫意外 那你的意外險會支付 好嗎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在玩的過程當中 你突然 摔到那也叫意外 我的意思是說 你突然痛風離開 那你是不是要看醫生 那叫非意外 意外險不支付 所以他就突發疾病 他個人的身體狀況 你自發的 這種外力造成的就是突發 不是外力造成 是自發的 身體自發的 反正他 針對來講 通常是針對什麼呢 去到高海拔的地方 他可能會高原反應 高原反應的話 你是頭痛嗎 那看醫生 這個就叫做非意外 這個突發前幾天要買 而且當天都可以 你去機場買 你去機場也要賣 你直接找你的保險業務員幫你處理 甚至於你上網路去買 網路都可以 我都能買 我找我的 我找我男生的 然後你買500的話 兩個加起來是2000 沒有 我這是1000萬 那個500 這個500 我也都這樣買 所以我們的價錢是這樣 對啊 什麼1000萬 就是各買500萬 各買500萬 投保金額 這個金額500萬 一個是不便險 也是500萬 500萬 這個平安險也是500萬 對 那這樣子加起來的話 你把時間給他 他會幫你做安排 他是24小時的唯一 你去上網 或是找電話 男生的 如果跟我一樣難度的話 就直接跟英文講 我要出國了 對 我行程表偷給他 他會幫你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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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這樣告訴他 我就 你就核對一下 正確啊 那就蹦一下 對 就是 就這個 對啊 我每次出國 而且不論你去任何國家 都建議你要忙下 對啊 這不是每個保險公司有賣的 每個保險都有賣 每個保險公司都有賣 都有賣 只是他有針對 有些保險公司 針對高危險地區他不賣 那男生是幾乎都可以 對 最多是找男生 只有我這個 我這個 國泰阿 有些會 對 他不跟你講 他不跟你明確清楚的講 對 對 然後除非你有熟人 他不跟你講 要不要的話 其實我都不記得 然後他到時候會有些結果 你有沒有買到這一條 對 這個是一條 所以說我就是買 我都不買 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 我都不買 一定要買 對 這是建議你們的 對對對 我們公司會有一個叫 旅遊責任 旅遊責任寫出來的 那個 不包括這個 你們這個不包括這個 多包括 對啊 對 他像行李箱 比如說行李箱寄出去之後 然後行李去的國家比你還多 有沒有 那個你的不變險就發生作用 對啊 你只有去到那個 我們說哪裡 那個 那個smart turkey 你的行李箱去歐洲18點 那就是什麼 不變險 他就會做一個 行李箱破掉了 行李箱什麼樣的回船 這個就會產生 飛機delay delay 這個小時候才算 delay要看 航空公司有個四五六 這個就會產生效 對 如果沒有這個就沒有 對 嗯 那都是一個預備性 對 OK 好 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好啊 我晚上我整理好之後把它撥上去美金齁 那待會的話你就幫我們再看一下 他現在做一個棋子 棋子 那群主 群主我請我們的OP小姐幫你開 好嗎 好 八官你要買那個網卡 網卡的話的一個有可能性的一些網卡的什麼 所以我跟您說了我會我會加到群主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比如說浪姨的 嗯 你的家人知道怎麼聯繫 因為他們用賣來找到我 我一定會有 好啦請教人家 他有的地方就是說有溫泉嗎 那我們要怎麼會有這種泡湯的這種 這一個溫泉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剛剛跟你說下雪面的地方 那你走進去的話呢 到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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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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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零泡溫泉那個地方 對 那以前是一個阿貴的神殿 到了之後的話 他整個就在溫泉區 那那個溫泉如果你要泡溫泉的話 就是另外買票 不會 然後他就要穿泳裝下去 但是呢 我也有沒有建議你戴泳裝呢 我倒是真的不建議 因為時間沒有這麼多 你下去沾一下就好了 人家在泡溫泉你光泡腳 那說實話實在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近 那這個地方會出現溫泉 然後我們住的那個飯店有溫泉 那這個地方住的飯店有溫泉 所以你要去玩溫泉的話呢 不要在這裡 你回飯店之後 我們飯店之後的話 又有帽子然後有泳裝 可以去 飯店有室外對室內的 室內的有 然後你準備的 如果時間 我們回去不會太晚的 那時間夠 你就可以站 所以應該是不用泳裝嗎 不要喔 不要泳裝嗎 要有泳裝 還要有帽子 其實這個就要準備一下 那這個地方也有 它是 這個是沒有味道的 那個碳山泉 美容 美容 對 那這個會在室內的朋友 只是說它的開放時間 我到時候會讓你知道 你有需要的話呢 這個有需要 那這個 室內的這個溫泉子 小小的它不需要 那冬天的話 那室外來就不開 會在室內的 因為太冷 沒錯 OK 然後你又碰到溫泉在這個地方 然後其他地方 沒有 沒有再去碰到溫泉區 所以就看你特地需求 然後如果讓人不怕 就是要準備泳裝 然後馬子 沒有放下 還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謝謝一下 想不到 等一下一下想不到 沒事的 你慢慢想 然後你再想到群組 你帶來如果有問題的話 好嗎 好 那就謝謝大家 這個通常 你有參觀那個MOSKE的活動嗎 MOSKE有 對 那對女性好像 她有一些要戴包頭 是 所以你的話 你可以戴一條小小的包巾 包頭不要穿而已 女生要包頭 男生的話沒關係 所以你有個司機 那假設你真沒有 他門口會建議 拿一條起來包就好了 對 好 東間的話 牧場有的人會習慣心說 那我是不是帽地 把帽子 帽地帶成就好 其實是沒禮貌的 是不一定不要這樣子的 像是人就能夠看到人這麼久 不過我不建議你的去 你帶一個小小的 對 就是綁脖子的拉 就是把整個包起來 穿長褲一樣 你實在沒有也沒關係 他這邊不能才做到 進去的這種店 你實在沒有 你這麼冷的天氣 要穿短褲的話 我也沒整 穿裙子 裙子 行啊 裙子你通常不會穿短褲的 肯定是長的 然後假設他 但是或者不能是夜深的人 不能是那種 嘶 那個我們女生喜歡穿 有沒有要合身的 那個不行 不行也沒關係 他到了門口 會有同時可以建造 他有個長罩衫 就建造 沒有一個穿起來就像 阿拉伯人的那種罩衫 針對女生啊 男生的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多的規定 對 所以冬天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冬天我們大部分都是穿的 全身的衝突 只是頭髮高起來就可以了 這裡面的話 有些地方能拍照 大部分都可以 那有些地方的話能不能拍照 我提早讓你們知道 大部分都是可以 除非有人在禱告的時候 有人在裡面正在做一些禱告的行為 你們就不看到 他回照的那些 人間是他的廟還是教堂 人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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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女孩子不能進去 有可以 只是有一些是 原本女性跟男性要分區 然後真正做禮拜的時候 女性在外面有一個區塊 男生在裡面 沒有做禮拜的時候 我們才會一直過去 那男女的話 他如果在pray的時候 他是分開的 但是真的有 你沒有說錯 真的有一些競爭室 是女性不允許進去 但是在這裡 我們那裡去的女性 通不都可以進去 只是他會分區塊 女生可以走到這裡 男生可以踏進去 或者是說 官方客只能走到這裡 不論男女或是他走 我真的沒看過 裡面沒東西 好看的 外觀的人 他們一次就有禱告 我們每天也要禱告五次 那個導遊時機 又要不要每隔一段幾天 就要禱告 這個可以補嗎 這個我到時候再教你補 這個可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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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像東方可以繼續去拜 像賣家 像賣家 對啊 他想這樣賣家算起來的話 才應該在這個方向 所以他要還這 我曾經在印尼待過 一大早就在那邊念經 吵死了 滿死了 現在印尼的外優 他都要拜 一定要 可是你看他 我們算尊重 時間到到他 對 但是有些在開車 沒辦法 他們可以補 我這教你怎麼補 我沒有 我沒有聽這個 他那個摘月 不是這個時間 不是這個時間 摘月 不是這個時間 對 7月份的國立 通常是在國立7月份 對 摘月1月 會影響司機 這件月是他們的影響 他們司機不會影響 還是要做什麼 白天不吃東西 他只是太陽出來 太陽出來之後 有水都不喝 對 就是完全不能有吞嚥的動作 對 然後晚上回去 所以在這月是整整 或其實體重增長最快的時間 因為太陽開始了 然後呢 開始吃 然後到了早上 太陽出來就停 那你看晚上吃了喝 那胖子都快 生意最好 好像過年一樣 那本來就是一個過年的熟悉的概念 好 謝謝大家喔 謝謝 好 然後如果有什麼不清楚的話 就麻煩您傳到清楚了 好嗎 好 謝謝大家聽的時間 好 謝謝你